為什麼你不是姊姊 你比我小耶 你比我小 好認真 看不出來 只要感覺對了就可以 這叫你媽 六十歲了 六十歲怎麼相處都像我阿嬤 一定不行的嘛 我跟那姊姊對不對 好 你是我的喔 很漂亮 然後 真的看不出來 不會 這倒是不會 但是 但如果知道那個男生對他不好的話 會很爽 我就送你一趟去有這支煩惱 但至於做什麼事情對不對 我那時候年紀還比較小 沒有 現在的話會 就可能 就注意一點 可能會帶到山上真的 威脅一下對不對 你們應該知道我很好玩 對 六鳥巢在這邊就對了嗎 我會默默跳 我會故意在中間插幾句 讓大家都笑 對 對 威脅他們的熱門 會更素 對 他不會跟我大 大姐會比較嚴格的管理嗎 對 在外面我可能 故意頂嘴或什麼 對 也會直接三個一把 他其實就是一個小女孩的條件 他本來比較不像姐姐 慧如姐跟梓瑩姐 就真的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就時常翻白 比較好 重點是最吃你的梗的人 因為他也是比較 他上次還說我是幹話嗎 我跟你講 搭起來是幹話嗎 你可以幫我洗個東西嗎 什麼 喜歡我 喜歡我 好 如果你的前男友 跟前任男友掉到海裡 我可以當你的男朋友 你就是要搬嗎 如果 你的前男友 跟你現在的男朋友 都掉到水裡 那 我可以跟你在一起 對 這個可以對姐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要演戲 他可能一開始會聽得很認真 姐就喜歡聽這種 比較長篇大論 那美的 美的就這種 喜歡我應該比較適合 很大 很大 你不是說要對付姐姐嗎 你就是姐姐 為什麼你不是姐姐 你比我小 你比我小 我認真看不出來 你幾歲 拜託啊 跟我講你幾歲 少年年啦 喔 對嘛 那就差不多啊 但是你看起來真的 蠻成熟的耶 還是你工作太長了 結束吧 你演不下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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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覺得 我以為他比較大 現在不開心 可是大哥 你自己聽良心講 你還要繼續 得主持人 我給你 你是 任j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